今天在吃荔枝的时候被一个小学生给我上了一课 他跟我说 他能够 凭空的把这六个荔枝 变消失 我说怎么可能 我叫他演示一下给我看 演示完之后 我当场懵了 他真的就把这六个荔枝变消失了 我们来展示一下他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桌面上有一些不太新鲜的荔枝 中间有六个 旁边呢 有 三三个两个一个两个 我们观察会发现 旁边的每一行 跟每一列 他们 各自加起来都是八 三个四五六七八 两个三个四五六七八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 每行每列都是八个 那么现在 我把 其中一个 放到这里 我再把这个 移下来 你会发现 第一行还是八个 三个四五六七八 这边也是一样 那我刚移的那个去哪了 好继续 我们按同样的方法 把这个 放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挪上去 这还是八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边也是八个 三个四五六七八 我再继续 把这个 放到这里 然后把这个 再挪过来 三三个四个五六七八 对吧 八个 这边也是八个 怎么好像 怎么放这个无底洞呢 我们再看一下 再把这个放到这里了 然后再把这个 移过来 两个 三四五六七八 两个 三四五六七八 还是八个 最后两个 把这个放到这里了 把这个 放到这里了 一二三四五六 三个加三个六个 七个八个 这里是三加三 六个七八个 最后一个 放这里 然后把这个 移管 你会发现 诶 这么一行美丽 还是八个 那中间的这里 六个荔枝 去哪里了 你知道那六个荔枝 去哪里了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 评论区 评论区